新美市平溪十分老街 是非常著名的觀光景點 但是從今年2月份開始 很多店家的門口都被鐵鍊围了起來 根本就沒有辦法做生意 原來是因為地主想要調漲租金 而且一漲就是漲2、30倍 舉個例子來說 原本一個月500塊的地租 可能一口氣會飆升到1萬5 比租房子還要貴 店家實在是沒有辦法接受 雙方瞧不攏 那麼地主乾脆就用鐵鍊 強硬地把門口給圍了起來 禁止任何人通行 店家如果想要進出的話 還得借到鄰居家 門口前一大塊地被鐵鍊围起來 店家想進出還得繞一下 但更誇張的還在後頭 店家無奈沒辦法出路 仔細看告示牌上寫的是 私人土地禁止任何人跨越 原來是地主想調漲租金 但多次和店家瞧不攏 該脆先用鐵鍊把路為死 已經成租了七八十年了 那他們突然要調漲租金 本來是幾千塊吧 現在是幾萬塊 租金突然飆漲 店家難以接受 以其中一家店為例 過去室內加上門口 每個月地租只要繳五百元 但明年起室內要繳八千 門口七千 合計一個月一萬五 漲幅整整將近三十倍 如果以我家計做換算的話 三十二倍 現在就是全部交給法院了 地主一家不願多談 但強行把路封起來 也造成人車的不方便 區長因此出面喊話 還有公共通行的一個義務 那分局的部分的話 會依據那個道路交通管理 主法條例的部分 要求所有的那個地主的部分的話 要恢復原狀 如果沒有改善的話 我們就依法給它開發 目前共單位已經介入處理 希望能早日解決紛爭 記者蔡志恒 金融報導